全国最大的甜甜圈连锁品牌Mr.Donut 遭到了员工投诉 说公司内部有所谓的神秘客机和制度 只要是门市的评分没有达到标准 就得缴交罚款 而被罚的员工说这些罚款 本来应该是由店长承担的 但是店长却要求所有的员工 共同评分很不合理 但其实不管是罚店长还是罚员工 只要资方是从职员的薪水当中扣款 就已经违反了劳基法 现在北市劳动局已经介入处理了 造型讨喜的甜甜圈 加上店员亲切的服务态度 是很多人对Mr.Donut的印象 但是这家国内最大的甜甜圈连锁店 却爆出劳资纠纷 因为总公司固定会派出神秘客 到各门市观察 只要被神秘客列为是未达标准 门市就要缴交800元的罚金 不交款则改扣营运奖金 投诉的员工表示 罚款本来应该由店长付 店长却要求员工共同分摊 让他愤而投诉 不行啊 因为员工独生本来就赚很少了 然后如果你还要 就是这样扣钱的话 这样完全不太合理 民众听了痛批太夸张 但其实不管是店长付 还是工独生付 只要公司从员工的薪水中 扣了任何一笔罚款 就已经违反劳基法 公司就不能片面去扣发 劳工任何的所谓的工资 如果涉嫌违反的话 就可能有依照劳基法 79条的规定 是可以采罚2万到30万的罚款 说简单一点 就是要你缴罚金不违法 但是扣薪水就已经违法 所以劳动局也建议 遇到类似的状况 最好拖延不缴 再向劳动局申诉 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记者王志文 周婷宇 台北采访报道